两个小女孩四目相对 一个来自韩国 一个来自美国 说着不同的语言 望着彼此 她们各说各话 美国女孩仿佛承担着极大的罪恶 究竟二人经历了什么 讲人追剧 只追好剧 电影巴比现在奉上 机场里 史蒂夫带着女儿巴比来到韩国 妇女俩是美国人 这次远行是有要事要办 巴比还有个妹妹 妹妹自幼体弱多病 现在又突发顽疾 医生认为 要想救活她 就得找个年纪相仿的女孩 进行器官移植 医院一时间 根本找不到器官工体 无奈之下 史蒂夫只能进行跨国贸易 寻找符合条件的韩国女孩 办理合法的领养手续 然后和医生勾结 用养女的器官救活轻生女儿 巴比对此一无所知 只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普通的旅行 其实在动身前 史蒂夫就已经锁定了人选 这个女孩名叫小金 家里的日子一贫如洗 母亲早就离开 智障父亲每天都需要人照顾 身体不好的妹妹顺子 也不让人省心 更重要的是 唯利是图的叔叔盯上了小金 他打算把小金卖给史蒂夫 用这个可怜女孩的命 谋取暴力 对此 小金并不知情 他对巴比很有好感 二人从见面起 就未曾分开 语言不通却心意相称 然而好景不长 小金的叔叔拿来了领养协议 威逼利诱智力障碍的小金父亲签字 虽然不明事事 可小金父亲还是明白 签了字 女儿就会离家 他死死抓住房门 不再与叔叔交谈 小金的态度也很明显 他不想去美国 就算养父再好 再有钱 他还是更喜欢眼前的傻父亲 依赖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妹妹顺子看出了小金的想法 这些天来 他竭尽所能的巴结实地夫 学英语穿新衣服 把自己打扮成小公主 目的就是博取认可 代替姐姐去美国拥抱新生活 小金也想让顺子过上好日子 他主动找到叔叔 挑明了这件事 可叔叔却百般推托 不为别的 只因为顺子身体弱 美国人可不傻 他不会花巨资买个病人的器官 遭受了各种挫败 顺子变得愈发癫狂 他无休止地学英文 把心中苦闷 连本带利地还给小金 今天 小金在沙滩上遇到巴比 当时小金正在贩卖手机链 补贴家用 他开出的价格是100韩元 可巴比支付了100美元 看到这笔巨资 顺子眼前一亮 他设法将美元据为己有 买了很多用于巴结 美国爸爸的东西 与此同时 叔叔找到小金 从父亲手里 强行带走了他 原来 叔叔打算为小金 拍摄护照用的照片 小金几次拒绝无果 也只能顺从 离开照相馆时 顺子看到了小金 他记下了位置 准备趁机拿走小金的照片 小金绝对想不到 自己一贯疼爱的妹妹 竟有如此心机 当晚 他收到巴比邀请 外出玩耍 顺子则留在家里 继续思考对策 最终 消息灵通的顺子 察觉了小金的动向 他害怕美国爸爸被人抢走 开始拼命打扮自己 想尽各种手段 引起对方注意 巴比非常讨厌这个 做作的女孩 史蒂夫亦是如此 可顺子 却表现得非常满意 仿佛他再努力几次 就能赶跑小金 击身正宫 为了掩盖体弱多病的事实 顺子每晚都夹着鼻子睡觉 发烧了也不冰敷 这种癫狂的状态持续了很久 渐渐的他连学校也不去了 小金对此非常担心 他开始频繁出入学校 调查顺子的去向 在学校里 他刚好遇到了和父亲 弹崩的巴比 史蒂夫不同意巴比见小金 带二人一起弹钢琴 玩得不亦乐乎 对此史蒂夫担心极了 在他眼里 小金只是一颗心脏 或是一颗肾脏 是救活小女儿的法宝 他对小金毫无感情 也不想产生感情 可巴比就不一样了 他以为父亲 真的要收养一个女孩 便把小金当成姐妹 真心实意的与他交往 几天下来 二人已经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将来做完手术 小金一定会死 巴比自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搞不好会记恨史蒂夫一辈子 为了阻止这一切发生 史蒂夫想尽各种办法 隔开两个女孩 可惜为时已晚 史蒂夫只能想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带走顺子 留下小金 刚好巴比非常讨厌做作的顺子 这样的话 就算他死了 巴比也不会在意 故事发展到这里 讨人厌的反派人物摇身一变 成了可怜的悲情女主 是啊 顺子有什么错呢 他只是想离开这个残破的家 去美国追寻梦想中的好日子 只可惜 这一切都是幻想 他永远无法变成公主 吃傻的父亲明白现在的处境 他一把抓住叔叔 对这个罪魁祸首充满怨恨 叔叔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见到顺子时 他心虚的说了一句 说吧 叔叔送给顺子两台最贵的手机 可他依然无法平复心情 到了晚上 他主动找到史蒂夫 想还钱取消约定 可史蒂夫心意已决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都必须带走顺子 救小女儿的命 一旁的巴比听到了二人的交谈 他愤怒的表示 这简直是谋杀 科技经思索 巴比还是默许了父亲的做法 毕竟他不能失去妹妹 对此顺子一无所知 他一改往日对父亲的尖酸态度 亲手给父亲刮胡子 还带上所有积蓄 去照相馆拍了全家福 都说人之将死 奇言以善 马之将死 奇名也哀 如果顺子知道真相 他还会表现得如此平静吗 实在是可悲可叹 夜半时分 巴比来到了小金家 二人各说各话 巴比诚恳地向小金道歉 他总觉得是自己谋杀了小金的妹妹 可小金听不懂英文 他一遍遍地请求巴比 不要嫌弃顺子 多多包容他的任性 情到深处 小金哭得梨花带雨 巴比也明白其中沉重 今夜注定无眠 可叔叔已经忘掉了愧疚 他用沾满鲜血的钞票 换来了新车 强迫自己不去想顺子会经历什么 很快小金迎来了离别时刻 史蒂夫接走了顺子 吃傻的父亲急得满屋子乱窜 小金只能强行把他拽回来 安顿好父亲 小金掏出巴比给他的信 上面写满了sorry 小金这才意识到顺子很可能出事了 他急忙追了出去 可史蒂夫的车已经走远 他不可能阻止任何事 望着笑容满面的顺子 巴比愈发难过 顺子并不知道 在他手中飘扬不止的美国国旗 不光代表着富足和强大 他还代表着剥削 欺骗 仇恨 和难以偿还的血债 自此 电影戛然而止 本作巴比也充分表现出 韩国人憧憬美国天堂 在美国人眼里 他们就是肮脏贫穷的亚洲人 这形成了鲜明的种族对比 心脏移植 只要血型相配就可以考虑 所以会放弃姐姐 接受了妹妹 心脏是不可再生器官 现实中活人是不可能成为捐献者的 心脏离开身体 最常保存十个小时 就算黑市也不会营业这个 电影还是有点脱离现实 现实中你们会愿意 捐献自己的器官吗 中文字幕志愿川